当天我们都不舒服 所以就没有起床做早饭 一大早我就听到厨房里叮叮当当的 我看了厨房里的监控 才发现是悠悠在厨房 她已经给锅里放了水 打了鸡蛋 锅也烧开了 悠悠告诉我她在煮鸡蛋 我本来准备帮她 又怕我接触到的食物会传播病毒 就隔了一段距离 看着她把汤倒到碗里 我们吃到早饭的时候都特别感动 被她暖到了